在介紹加法跟減法的時候 我們要先認識單位分數 還記不記得什麼叫做單位分數 你上過 單位分數 我解釋一下 來這裡 這個 切成幾片 四片 切成四片 四片 那麼每一個是多少 四分之一 這個就是單位分數 知道嗎 這就是單位分數 那如果說呢 這個樣子 這樣子有幾個四分之三 有三個四分之一 那我們知道說它是四分之三 這個四分之一是單位分數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然後這裡有一個 看你到 那麼這裡呢 我們把它切成幾片 把它切成八片 這個單位分數是多少 八分之一 來請問 這個樣子 是多少 八分之一 這樣子是不是有四個八分之一 所以它是八分之四 四個八分之一 你這樣有沒有聽到 你要先知道單位分數的感覺 我們有教過 我們現在再幫你複習一下 來 跟我唸一遍 這個 它的單位分數是多少 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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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有五個八分之一 五個八分之一 它的單位分數是八分之一 好不好 好 再來 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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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六分之一 有沒有聽懂 六分之一是單位分數 知道嗎 好 再來 這個是 單位分數是多少 有五個六分之一 答對了 有五個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就是單位分數 有沒有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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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了 那知道單位分數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 它的那個 加減法 首先跟各位同學介紹減法 來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好 這裡 好 看一下這裡 七個八分之一 減掉三個八分之一 等於多少 八分之四 答對了 這裡是 這裡 這個地方是說 有七個八分之一 再減掉三個八分之一 懂不懂 懂不懂 好 這裡是七個 這裡是三個 來跟我唸一遍 七個 七個 三個 七個 減掉三個 所以是 四個八分之一 這樣知道嗎 這樣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聽懂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 來 第二題是這樣子 來妹妹 你唸給我聽 這怎麼唸 十三個 十三個十分之一 減掉七個十分之一 對 來 有十三個 減掉七個 所以有六個十分之一 這樣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聽懂 我們再看一下第三題 來彩尼 兩個六分之一 再加上五個六分之一 彩尼答案是多少 來 七個 七個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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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了解嗎 這樣有了解喔 這是我們的前面的幾題 還有第四題 好 接下來第四題 我就要問你們了 第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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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妹妹 你覺得是多少 二十五個 十五分之一 答對了 二十五個十五分之一 你趕快寫上去 寫完哩 這個呢 第一個是加法跟減法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單元的部分 第二個單元呢 我們是介紹這個成法 介紹成法 對 這邊 對 我現在問你喔 我有十塊錢 我有十塊錢 然後呢 家瑜呢 有兩塊錢 請問十塊錢是兩塊錢的幾倍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五倍 妹妹你要用什麼方法 乘 用乘啊 要十乘以二 二十 二一有二十 二十二五十 你只能用十跟二來做計算 你十跟二要怎樣 他才會變成什麼 十除以二 我要 十跟二 看到 看到十跟二沒有 十在前面還是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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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對不對 那答案呢 就會是 哦 好 那如果說 我這個禮 把它變成四十 好 請問 四十塊錢是兩塊錢的幾倍 要用什麼方法 跟剛剛的方法是一樣的 蛤 四十幾倍 對 就是用剛剛那個方法 就是四十塊錢 是兩塊錢的幾倍 它就是二十倍 這樣有了解了齁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麼 我們來看這裡的單元齁 這裡的單元齁 這裡的單元 來 七分之二 加上七分之二 再加上七分之二 看到沒有 這樣七分之二 這樣子全部加起來是多少 七分之六 七分之六 那如果說我再加 加很多的七分之二 來 這裡七分之二 有幾個相加 有三個相加 所以我們把它記錄成 七分之二 三個相加 七分之二 有三個相加 來 什麼東西 有三個相加 這個二 有三個相加 來 七要不要動 七不要動 所以有七分之六 審法會不會 主任 那這個是有八個 八倍 嗯 沒有 對 那先等一下再寫 我們先主任再跟你講一下 好 再來 如果說我再加上七分之二 再加上七分之二 再加上七分之二 總共有幾個七分之二 總共有幾個七分之二 是不是有六個七分之二 來 這裡是不是要把它改成六個七分之二 請問六個七分之二答案是多少 下一題 六個七分之二 等於 七分之二 好 答對了 七分之二 方法會不會了 會了齁 妹妹 再來一題 八分之五 八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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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分之三十是假分數 還記得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 這一個段落的例題 來第一題 請問三分之八是三分之一的幾倍 幾倍 八倍 八倍 怎麼算的 這裡是不是有八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八個三分之一跟一個三分之一對不對 我們就八除以一答案等於八 所以它是八倍 這樣知道嗎 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如果說它用假分數表示 七又四分之三把它寫成假分數 妹妹記不記得怎麼寫 還記不記得 這個我們教過 來 這個四有七個相加 七又四分之三是什麼意思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樣是不是有七個 看到沒有 然後呢四分之三呢 是這樣 對不對 看到沒有 這裡呢 我們要把它寫成四分之多少 就是說四分之一它有幾個 我們看到四分之一有幾個 這裡是不是有三個 這裡是不是有三個 那這裡有幾個 有幾個四分之一 有四個 有四個 這裡有四個 這裡有四個 有幾個四 有幾個四 七個 是不是有七個四 看到沒有 四四啊 這個四它有七個 七四多少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再加上這三個 所以呢 會等於四分之三十一 所以它等於四分之三十一 來四分之三十一 後面問啊 這樣子的意思是說 它有幾個四分之一 幾個四分之一 幾個四分之一 有三十一個四分之一 好那個單位分數很少人講 好 你們要那個 你們要注意知道嗎 單位分數會了之後啊 往後再學這個分數的任何的部分呢 你們的感覺都會很好 但是 據我的觀察啊 許多小朋友 他的問題 都是出在分數和小數 十六個 知道嗎 好 來 第三題 第三題 十三 十五 十三 十五 然後再加上 十三 十一 合起來是不是 十三 二十六 看到沒有 二十六個十三分之一 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也就是幾個一 對 二十六除以十三 是不是有兩個 兩個十三 好 十三分之一 十三分之一 這裡有十三個 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有十三個 這樣我們裡面有十三個 我有畫十三個 這裡有十三個 那麼這裡呢 我先畫一個起來 看到沒有 然後我再對半分 這裡是不是已經畫一個了 我這裡再畫六個 再畫六個 那就是十三個 六個加六個加一個 六個怎麼畫 先對半畫 對半畫之後這裡畫三個 這裡畫三個 這樣是不是六個 那這裡呢 也對半畫 然後這裡畫三個 這裡也畫三個 三三三三 總共是 來 這裡有十三個 這裡有十三個 對不對 對不對 來 十三個 十三分之一 十三個 十三分之一 十三個 這是一個一個 合起來呢 它就是有兩個 什麼 十三個 兩個一 一 這樣是不是兩個 兩個 一個蛋糕 這樣知道嗎 它的這個 單位呢 就是一 第四題 一顆蛋糕切成八片 三又八分之五個蛋糕 是有幾個八分之一 加魚有幾個八分之一 好答對了 二十九個蛋糕 也就是有幾片 嗯 二十九片 答對了 你觀念真好 很好喔 二十九片 好接下來 給采魚 采魚 采魚 五分之二 有兩個相加 答案是多少 五分之四 答對了 五分之四 來第六題 給加魚 加魚 九 的多少 五分之九的幾倍是五分之三十六 五分之五 五分之九要乘以多少 欸 答對了 四 所以五分之九乘以四是五分之三十六 對不對 對不對 嗯 好來採尼下面的計算題的第一題 七分之四乘以五等於多少 七分之二十 好 對了 來 加魚換你 十五分之九乘以十八 換魚 十八乘以九 對 十八乘以九 一百六十二 十五分之一百六十二 採尼 五分之十二乘以四是 五分之四十八 對 五分之四十八 應用問題 每天 每天 有沒有看到每天 每天是 使用八分之二合 那一個禮拜呢 那怎麼算 八分之二有七天 對不對 八分之二有七個相加 八分之二乘以七 八分之二有七個相加 所以是八分之 多少 妹妹 四 答對了 我們來翻頁 你們太厲害了 老師聰明 老師是八之三 對 那八之三是應用問題的 減把 加減把 這個 我來 跟各位同學做一下 那個 代分數的 加減把的練習 要翻面了 要翻面了 來 八之三 我們做代分數的 加把 跟減把 來同學看 同學看 同學看 好 來 我有一又三分之一 然後你有二又三分之二 兩個加起來 看喔 一又三分之一是什麼意思 這有一個 再一個三分之一 二又三分之二是什麼意思 是有兩個 然後呢 三分之一呢 有兩個 看到沒有 這樣看到沒有 完整的東西 圈圈的部分 圈圈的部分 是不是一跟二 這裡是不是一個 然後呢 這裡是不是兩個 這樣有沒有看到 所以完整的有幾個 我們可以先算這個是什麼 這是整數 整數的部分是一加二 對不對 對 分數的部分是什麼 是三分之一 再加上三分之二 這裡有一個三分之一 這裡有兩個三分之一 那一加二是什麼 是三 是不是 然後呢 這裡是不是 有三個三分之一 這兩個合起來 是不是一個一 也就是四 也就是三加一 所以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四 這樣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聽懂了 聽懂了 那如果說是減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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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又三分之二 減掉一又三分之一 減知道齁 就是拿掉 完整的數目字 完整的數目字 是不是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 我要說 大約一分之一分 一又 一又三分之一 答對了 一又三分之一 為什麼是一又三分之一 完整的數目字 兩個減掉一個 那三分之二減掉三分之一 所以是一又三分之一 我告訴你 我新收的國中生 還有一個分 七 他們沒有辦法說 整數做整數 分數做分數 你們看好厲害喔 國小四年級 就那麼會 再來 好你的一個 因為他 當年學這個分數的時候 觀念沒有學好 所以像高中的時候 就會不忘記嗎 觀念不好 就做不下去 剛開始的觀念很重要 觀念好 他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到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他沒有聽清楚 不專心 因為小孩子比較不專心 就是他可以這樣 這樣子 那麼還有就是說 就是說 你在聽的那個地方 他講不清楚 你只有學做法 並沒有學觀念 你只是會算 但是你不知道原因 理由 你也不忘記 可能這個時候 你會過了一段時間 之後的過 問題是說分數太重要了 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比較難的測法 來 如果說是二又三分之一 減掉一又三分之二呢 有沒有發現 整數的地方可以減 對不對 分數的地方 是不是不夠減 不夠減的時候 怎麼辦 三分之九 哪個地方有寫三分之九 錯 好 完整的數目值 錯了 還錯 不可能三分之九 三分之九是等於三 你總共也才只有二又三分之一 怎麼會變成三 你總共只有兩個 兩個再多一點點 三分之九是完整的三個 你知道嗎 你的東西吃掉這些 就會變得比較多 不可能 來看一下 二又三分之一 完整的數目值 是不是被吃掉了 我們來畫一下 二又三分之一 然後呢 你再吃掉一又三分之二 要吃掉一又三分之二 這樣子是一又三分之二 吃掉 吃掉一個 吃掉一個 對不對 然後我要再吃掉三分之二 可是這裡是不是只有三分之一 是不夠吃 不夠吃 是把這個地方把它切成三片 嗯 那是把兩片拿掉 這樣知道嗎 這樣看到沒有 它是不是剩下三 對它就剩下兩片 那怎麼算呢 那這個不夠鹼嘛 不夠鹼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 把這邊的一個 再拿來切三片 切三片之後 這個三片再加上這一片 是變成四片 對 剛剛有沒有說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不夠 對 是不是把這個 再把它切成三片 嗯 這樣子是不是有四個三分之一 四個三分之一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一又 四個三分之一 對 對齁 一又四個三分之一 那這樣子再減掉一又三分之二 有沒有比較好減 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好減 一定有 一個減掉一個 就沒有了 四個三分之一 減掉兩個三分之一 所以有兩個三分之一 這樣知道嗎 三分之二 懂不懂 這樣就三分之二 對 好 我們再來一題好了 來 十又 九分之五 減掉六又 九分之七 來 夠不夠減 來 妹妹有沒有看 夠不夠減 那個分數的地方 夠不夠減 分數的地方 一個是五個九分之一 一個是七個九分之一 是不是不夠減 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不夠減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完整的這個地方呢 拿一個出來減 好不好 把它變成九 來 這一個拿出來切成九片之後 九片加五片是幾片 九片加五片是幾片 十四片 那減掉六又九分之七 這樣對不對 對啊 九分之十四個 九減六等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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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十四個減掉七個是幾個 十四個 十四個 七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簡單 有簡單 來這裡我們又講完 我們再看一下 啊太快了啦 還好吧 因為你們都會 你們交到你們真的輕鬆 真是輕鬆愉快 我們第一次月可也有交分數 然後第二次又要交分數 然後第二次又要交分數 這個就是三連結的時候 又已經交過分數了 對 好來我們看一下八支四 一又十四分之三 減掉十四分之五 加上十四分之十一 好夠不夠減 我們先看一下 前面的這個 是不是三個 減掉五個 是不是不夠減 不夠減怎麼辦 那我們就把它切一切 把這一個 切成十四片 知道嗎 切成十四片之後 十四片加三片是十七片 十七片減掉五片就夠減了 好來看 十七片減掉五片是幾片 十七片減掉五片是幾片 是不是十二片 十二片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十一片 看到沒有 那它會變成幾片 十四分之十三 二十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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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把它變成代分數 會 會 怎麼把它變成代分數 二十三除以十一 二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一 我這樣有了解嗎 為什麼是 應該是十一分之 應該是十一分之 應該是十一 這樣是二十一分之一 十一又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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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吧 十一又十一分之一 但分數是十一 對 二又十一分之一 是的 好我們這裡又講完 不要 不要吧 不要 而且那個什麼 佳余妳上飯都喝 然後產妮心情很好 反正心情好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對 有刮糊裡面要處理 要先處理刮糊裡面的 好 這個東西怎麼辦 好 媽 再上後面了 好來看一下 再來 八之五 該不會一次就上上 對 然後妳不叫自己列 不完啦 好 來看 五個 十二分之一 再加上多少 就會等於十一個 主要是看不到 要加上幾個 來 是十二分之一 十一減十二分之一 是 是 是 這個是被加數 這個是被加數 這個是被加的數 我被加了 對 我被加了 然後這裡呢 叫做加數 這個呢 叫做和 和 減掉被加數 就會等於加數 來 十一個十二分之一 再減掉五個十二分之一 會等於 會等於多少 知道 來 十二分之六 所以我們這裡呢 要寫十二分之六 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接下來要怎麼算 這要怎麼算 這要怎麼算 第二題要怎麼算 你跟我講做法就好了 十五分之八 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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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分之一 九 二又 四五分之九 好 夠不夠減 妹妹 這是八個 這是九個 不夠減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就拿一個 拿一個之後呢 四個拿掉一個 就是三個 那十五片 再加上八片 是二十三片 再減掉二又 十五分之九 整數的部分 三個 減掉兩個 是一個 分數的部分 二十三個 減掉九個 幾個 是不是四 十四個 對 知道嗎 它就是一有十五分之四四 對 等一下你們都很會了 怎麼辦 還不會 會 好 我們要講完 好